好 马上登场的是广东的陈艾森以及黄博文 相信大家也是比较熟悉 好 这个就一致了 整体比较丰富的 但是在个人的技术水花处理呢 还是稍微差了一点 还能更漂亮 更完美 还能更完美 在入水的时候还可以再紧一些 水花可能就会更好一些 这树应该也是不错的 好 现在马上来了 往东的陈艾森以及黄博文 往东的陈艾森 翻腾力有点大了一点 但是感觉整体的那个一致性还是很强 在空中呢 两人都控制了一下 所以也能看得出来在南台的决赛中 里面都是会兴奋一些 因为在洞黄博文 往东的 407C 对 嗯 感觉有点没空 全程完成的还是相对来说是可以的 对 那么在黄博文呢 这边选手 内侧选手呢 他打开的时候 有点放早 那是因为在起跳的时候呢 没有连贯的翻起来 在空中的时候开走了 个人分数的话 陈艾森的分数好像挺高的 挺起来 我们看一下 是陈艾森黄博文 我上一轮有点小失误 看一下这轮能不能稳定一点 嗯 两人其实在完成这个动作 看得出来又有一些 是想去跳好的 嗯 有一点点犹豫 在起跳和过来打开 不够干脆 有点拖了一下起跳 其实还可以完成更好 嗯 果断的起跳登台 好 广东的陈艾森以及黄博文 好 109C 看一下发挥的怎么样 哦 这两人都想去跳好这个动作啊 都很着急 可惜 现场也听到了教练员叹息啊 嗯 嗯 艾森呢他的 感觉没有完全打自己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嗯 给自己一点压力去进步 是的 好 那么 来自广东的陈艾森跟黄博文 他们也来到了最后一轮啊 14号的一队组合 同样的5255B 3.6的难度 看一下他们能不能把握住 嗯 两人的这个起跳都是有一点点远啊 但是相对今天晚上的5255B的发挥来说 他们已经算还是比较稳了 没有出现明显的失误 嗯 嗯 水花啊 这个处理效果 嗯 稍微差了一点点 那么 牌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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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牌子